應該請那個楊前署長 應該跟那個醫師請教 醫師請教 我們一般都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不懂 就跟專業的人請教一下 那這樣會對這個 資訊的瞭解 會更透徹一點 7月16號到18號有新增 104件的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 那其中有 非嚴重的不良事件有35件 還有死亡24件 還有其他疑似嚴重不良事件是45件 那這個 死亡事件的部分 這是新增12例是 九女三男士AD的疫苗接種後發生的死亡不良事件 那年齡是在52歲到92歲之間 那其中有8人是在75歲以上 公費疫苗預約平臺 第三輪 我們從明天上午10點起到7月22日的中午12點截止 那有來預約的 那符合第6類第8類9類10類 即1973年12月31日 含以前出生者 約有170萬人會陸續收到簡訊通知 預約接種 那施打的時間是7月23日到7月29日 那將來還是這疫苗的到貨量 我們每週二發送簡訊 那不過呢 大家也知道這個到貨的時間跟數量 他還是有一些變化 所以我們是原則上 做這樣的一個發布 就每週二 這樣定時 那當然如果量突然增加很多 那說做一些的調整 也會跟大家事先來說明 那接到簡訊的人 沒有完成預約者 將自動加入 下一次的簡訊通知的名單 所以在這裡面 那這次為什麼會發170萬 當然跟我們施打的量能跟疫苗的到貨量 這有關 所以在這個7月23日到7月29日 大家可以來做預約 在這個時間內 來預約來施打 那收到簡訊以後就趕快來預約 預約這個時間 7月23日到7月9日打的時間 那今天我們12點後暫停醫院登記 那後續是疫苗 新到貨 重開醫院登記 那重啟改革後 重啟 重新開啟後 增溝或改溝AZ者 與第三輪醫院登記 接種AZ至490萬人優先處理後 再陸續接種 那換句話說 就是我們到現在截止的這一批 我們會先把這一批 先處理 讓他可以先打 然後在後續以後的 就會另外一批 再來做一個相當的一個排斥